張國柱議員 我發言是支持馮劍基議員提的即時休會 我回應梁繼昌議員你的雙南方案 沒有人圈地 東北是很不同的 我想發展到今天 其實議會內外都有很多因素 令我們覺得應該要休會 就講財委會 從主席的利益衝突開始 我們討論了兩節三節 到一路主席的主持會議 有人就說主席你不適宜做主席 你因為好像無能 不過我不會這麼說 不過你有很多空間還可以學習 整個議會的 處理的議案 這部分都是沒有程序公義 我們看財委會有很多議事規則 主席你是最重要的議事規則 你是沒有跟進的 包括了未處理三千幾條 提出來的一些動議 究竟這三千幾條 是否全部不符合議事規程 還是可能只有一條 那麼人家所有議員提出來的 那麼你跟足議會做事 你就一刀抹了它 還有就是我們都提過 其實主席你可以畫線的 你是沒有畫 畫線就搞定了 我舉個例子 他沒有做的 議會外我們看得到 新界東北居民 沒有一個很充分的機會 跟政府去討論 而不是表達意見 表達意見 政府可以不聽 討論就是大家一人讓一步 還有就是成規會 到今天都還沒有去裁決 究竟你的東北 否符合那個城市規劃 究竟我是否要等多幾個月都不行 現在這個只是基礎設施工程的一個撥款 未正式做的 等多幾個月 是不是就死人塌樓呢 我看不到 甚至乎我們沒有要求你等多幾個月 起碼今次你停一停想一想 所以今次的憂會 是說到給所有人知道 我們是很reasonable 好